像昨天我們去仁愛醫院 看望我們妞妞的老師她住院 離開的時候她隔壁床看護就跟著我們一起下樓 她就看我們在那裡交通然後唱詩歌 她就主動開口跟我們聊起來 那就是一個機會我們可以跟人做見證 因為她可能不一定是我在祷告名單上代導的人 但是主給我們機會我們就可以來向人訴訟 那第六點就講到說要仔細的研究 他就說我們這個帶領人得救就像一個醫生一樣 這個醫生他不能針對所有的病人都開一樣的藥方 那這個如果都開一樣的藥方的話 可能只有一種人能夠得救 那我們需要研究說我們向著這一個人 我們應該說怎麼樣合適的話 這個有的人他可能特別是屬於注重這個道理的人 那你就需要把這個聖經裡頭啊 把這個救恩的這個真理啊 你需要跟他來傳揚清楚 但是有的人他可能目前正在 譬如說他正躺在床上 你一直跟他講真理 他可能就怎麼樣 就聽不下去了 那時候你可能跟他做個見證 這個當我睡不著的時候 借著呼求主名 主就慢慢的叫我能夠啊 這個進入睡眠 你做的這樣一個見證 對他來講就是一個怎麼樣 就是一個應食的幫助 就自己在病床上 他就可以在那裡操練說 喔主耶穌 這個就對他來講就是一個福音啊 但是如果我跟他講說 這個約他福音幾章幾節講什麼什麼 這個可能就不是他目前的需要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需要呢 針對啊 每一個人他是怎麼樣得救的 我們需要啊 有一點的研究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 裡面啊 需要有這樣的一個辨別力 就是人需要什麼 我們是按著人的需要啊 來供應給人 所以第二段他就講到說 我們總要研究說啊 為什麼某人他會接受 為什麼說這一句話他會接受 為什麼某人聽那一句話卻不接受 然後呢 有的人為什麼聽了之後覺得很好 後來又跑掉了 那為什麼某人起先反對 後來又接受了 那這個我們需要去探究他的原因 那這個呢 就能夠幫助我們啊 在下次這個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能夠說呢 切順他需要的話語 那感謝主 那當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學習跟操練啊 那我們就會發現說啊 這個其實呢 人他就有幾種的人 那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需要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有一個硬實的話語 可以來供應給人 感謝主 那這樣我們就能夠像這個主對這個語的說的 我們要成為得人的漁夫 感謝主 那主就能夠啊 借著我們的口 能夠把這個福音啊 帶給人 感謝主 所以有的時候呢 可能不是你對人沒有負擔 而是說欸 為什麼每次跟他講一講 他總是不聽呢 那有可能就是像我剛剛所講的這種情形 欸你再回去跟弟兄姊妹交通交通 然後你在啊 在主面前去啊 尋求尋求 所以說欸他這個時候 他需要什麼樣的話呢 那如果我們可能這樣子啊 在主面前有學習 那相信當你下次啊 再去跟他傳福音的時候啊 咦 說不定他的態度就轉變了 感謝主 我們就能夠啊 與聖靈同工 把這個福音啊 能夠傳給人 阿妹 那最後呢 我們在這裡就有列了一個 這個代導名單 那弟兄姊妹 你可以啊 回去啊 這個 就照著我們今天所交通的 到主面前去禱告 你覺得說有誰啊 是主把他放在你的心裡 讓你覺得你對他有負擔的 你把他的名字寫下來 像我這個去年這個 子貞姊妹把他的這個朋友那個扎西交給我 我就記得很清楚 2008年11月1號 這個扎西他就請我這個 他自己做了這個他們西藏的料理啊 然後第一次跟他見面 然後就把那一天日子寫下來 開始為他禱告 看足什麼時候成就這件事情 弟兄姊妹 你會發覺很稀奇的一件事 以前我們可能覺得說 這個我們家人得救了啊 然後過了幾年又是誰啊 可是你回想起來的時候呢 好像這個記憶都浮成一團了 但是你如果說啊 你又把他寫下來 你就可能會講 哇 這個某某某怎麼經過了 祷告了十年啊 他才得救啊 某某人 這個祷告了三個月 他就得救了 然後這裡我為什麼列一個備注呢 你可以記一下說 他是因為聽了哪一句話 他的反應就突然 他的態度就轉變了 你就可以把這句話 或者是主的經節啊 你就可以把它寫下來 下一次你再碰到有同樣的情形呢 你就可以用這一句話來救這一個人 所以用什麼 你覺得這樣的操練好不好 你覺得真的太好了 如果說我們從現在開始操練 到了年底的時候 我們數算主恩典的時候 你就看看說 主聽了我多少的禱告 你就會好像這個商人 他每年在做這個會計結帳的時候 他就在那裡計算 我今年賺了多少錢 當然我們不是賺錢 我們是這個啊 得人 叫人的靈魂能夠得救 這一個是啊 這個最有價值的事情 這個是最叫我們覺得喜樂的事 所以感謝主 我們今天就交往到這邊 希望我們都能夠一同有這樣的嘲戀 我們都能夠一同有這樣的嘲戀 如果可以進行來的話 我們一定會進行的